Match Wi-Fi 系统 上一集我们和大家试过四款不同牌子的Match Wi-Fi 系统的设定界面 和一般日常使用的测速 暂时就是Linksys的Philip领先 今天就让我找个死角位看看情况又会是怎样 刚才试了在客厅 效果当然理想 因为在客厅大家看到这么近的地方 一定可以拿到差不多全速 不过现在我发现了一个死角位 是整天大家都会出问题 这个位置在哪呢 现在帮大家看看 这个死角位呢 在睡房里面的洗手间 为什么会是死角呢 因为睡房旁边有一道木门 当我关门的时候再进去洗手间 其实主人就告诉我 很多时候收到只有一格半格 究竟用了Wi-Fi Match System 之后 会不会好了 和哪个牌子好些呢 现在立刻和大家做一个测速 首先看看如果只用单机Router的表现 看到下载和上载的速度都大幅降低 我们用一条300Mbps下载 100Mbps上载的宽频线测试 最后结果只有51Mbps下载和17Mbps上载 这个位置真是挺死角的 怪不得看片会抖 好了 到了Match Wi-Fi系统出场的时候 今次的测试 不同牌子的表现真的有很大差别 下载的速度介乎在每秒93Mbps到173Mbps之间 这个测试 以LinksysPhilip的173Mbps下载速度最好 试了设定和在不同情况下的速度 另一个要关心的就是价钱 以2018年8月中脑场的价钱比较 今次测试中用的Netgear Orbi RBK43 卖港币2,999 華碩Lyra Trio 卖2,899 TP-Link Deco M5 卖1,899 而LinksysPhilip Duo Band 卖1,699 看来LinksysPhilip Duo Band 的价钱又真是最实际 提提大家 如果你经常要串流影片 又或者下载和上载大档案之旅 可以考虑买有独立频道 给每个Match Note 沟通的Triband 3频系统 综合四个不同的测试 今次LinksysPhilip的表现真是最突出 而且性格比超高 想入手Match Wi-Fi 系统 大家不妨参考下我们的结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